先祖也是罪人 曾经在一战 二战 发动战争 我们侵略我们华人 跟我们华人造成 孙牧师常常说 基督徒是日本社会的良心 基督徒是日本社会的良心 孙牧师在六月的时候 还是今年四月 我忘了 今年不到是四月还是六月的时候 他在东京 他跟东京不到 他总开始在一起吃饭 他的女儿十四岁 坐旁边做功课 我讲的是今年的事情 二零一零年的事 不是二十年前的事 他很好奇 看着女孩在写汉字 在写历史 他拿过来一看 上面说 九一八事变是蒋介石发动 日本为了保护侨民 不得已出兵去撤侨 他们的教会说到今天都在杀亡 为什么三千万人死亡 撤侨要死掉三千万人吗 基督徒是日本社会的良心 基督徒是日本社会的良心 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 所以你们要照亮在人的面前 当这个光在心里发亮的时候 你才能分辨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真的是 当时公司跟我讲 我都不敢相信 是今年发生的事情 如果你说二十年前 四十年前 我们可能相信直到今日 而我们已经经历到 三位日本牧师 跑来跟我们说 我们的教科书是错的 我们跟你们道歉 我们也是上台谢师 我们有位老妈妈八十八岁 第二位八十六岁 他们上台去谢师 我们真的看到他们的精神 真的是可贵 看下面 我们有一点点剪下来的那个录影 你们可以看 当我们去的时候 我们组团 我们每一次 我们走进这个体育场的时候 当孙牧师在呼召的时候 我们的团也都站到台上去 一边谢师 一边以祷告的心 刚刚那是我们第一次在岡山 中之岛我们在那里举办不到大会 那是我们第一次上台谢师 然后我们再可以算 第二次我们上台谢师 在北海道的续传 我们谢师的时候 我们唱两首歌 一个是耶稣的光照耀你 那是完全用日文谢师 另外我们还有唱你真伟大 你真伟大里头 一半用华语唱 一半用日文唱 然后我们到了中日联合祷告会 我们还有谢师 我们还用台语唱 但是那个呢 不是每一个都准唱 要考试通过才准唱 因为那首歌难度很高 还在等吗 我们再等一下下 我们在北海道那个地方 真的是看到说 时间的教会 那么弱小的教会 他们集合起来 他们走进了体育场 在那里他们的得胜 我记得那个时候 第三场步道大会的时候 结束以后 有一位日本的老师母跑过来 要跟我们的团员一起照相 而这个老师母是谁呢 是山桥姓 他是山桥万利的师母 刚刚这个弟兄 他点头知道 你们可能不知道 我记得那时候 山桥姓子师母过来 是要跟我们 全部的团员合照 没有一个人认识 他出过国以外 我们的团员很可爱 一天都合照 全部人都来跟他照相 照完相 他走 我说 你们认不认识他 他们说不知道 我说他是山桥师母 他们也不知道他是谁 他是谁呢 他跟他的先生 山桥万利牧师 建立了全北海道 最大的教会 在札幌福音堂 而他的先生是什么 重度残废 他不能走 他两只脚都不能走 也不能站 他的右手也没有 他只有左手 有一点点 一点点的这个手 好像两根指头 而他呢 在战争的年代 非常的贫困的年代 他认识了他的这个师母 那时候他的师母 是个护士 十九岁 长得又高又漂亮 身体又健壮 而他每天躺在床上 什么都不能做 他认识了这位姐妹 他对神说 神啊我需要脚 所以求你把他赐给我 把他这样子的宣告 他一个如此重度残废 躺在床上的废人 看到了一个年轻漂亮 健壮的护士 跟上帝说 神啊求你把他赐给我 这个师母一年以后 就跟他说了 背他背在身上五十年 全世界去了十几个国家 建立了全白海道 最大的教会 再人不能 再神凡事都能 这个牧师几年前过世了 现在生了两个儿子 两个儿子都当了牧师 三条师母说 他在背他先生 这几十年当中 两个人呢 摔脚 摔倒 恩赐 从楼上滚下来 两人一起跌到河里 北海道冬天是冰天雪地 他们在冰上滑倒 在掉到河里头去 从楼上滚到楼下来 等等 生下两个健康的儿子 两人都当了牧师 他们一起去念 清井泽神学院 然后每个神学院都规定 神学生要负责很多杂物 打扫啦 清洁啦 整理啦 什么什么 但是因为牧师重度残废 所以呢 师母做两份 这样子训练出来的神学生 才能被神所遇 这样被训练出来 他们这样被训练 那个师母怀孕的时候 还要做两份清洁打扫工作 学校没有容器 而他们被训练出来 建立了全北海道最大的教育 所以他们坐车从杂谎 三个钟头到西山来参加 孤导大卫 结束完里了 他来探望 真的好感人 我下次把他们的照片给你们看 他怎样背着牧师一辈子走遍了全世界十几个国家 还可以骗人吗 还不行啊 有什么困执 我记得这位师母 他来探望我 我们真的很高兴 他告诉我们说 他也来过台湾 好几次 我是在洛杉矶 有听过他的一个见证 他长得真又高 又漂亮 他长得真又有气质 所以呢 我先问 什么人有儿子 有儿子的举手 我说错了 儿子还没结婚的举手 跟你们儿子说 看到最棒的姐妹 跟上面说 把她赐给我 赶快签罢了 但是要造主的旨意而行 三朝万里牧师他都敢了 他敢这样跟神要 神就给了他 真的是很奇妙 我们就说 在日本真的看到 好多真的很特殊的事情 而我自己心里 常常就在那边想 日本这个地方 教会都那么小 二十几个人 十几个人 四十个人 就是打教 我问我自己问了三年 我们认得这么多日本牧师 有的留英的 有的留美的 有的留德的 真的优秀 为什么要当牧师 教会那么样的弱小 生活那么样的贫贵 那么样的在社会上 没有地位 那么样的不受人重视 你都对不对 牧师在日本没有地位的 没有人重视 没有人重视 我常 可以了吗 可以 你应该直接绑住 就停下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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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在韩语上 我们可以在韩语上 里面 韩语上 我就自己问我自己说 为什么这些人会当牧师 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 甚至于爸爸当完牧师 我不知道我的答案对不对 我的感动是有羊的地方神就为他们的牧师 预备牧师 神就为他们预备牧师 就是在钢山 纪念四月的呼召 听譴信 这些人会知道 有一点 冒险 では 剛剛這就是一點點的影片 我們在這影片裡頭 我們真的看到 為什麼在岡山這個地區 得到了中日